我們看第五題 這個曲線跟這個曲線 微層的面積繞歪軸 我們看第一個 第一個是那個拋線 這是歪軸 它圖形的話 應該是這種 另外的話 斜律二分之一 應該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把這個交點找出來 交點找出來的話 我令X一樣 Y也要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求Y S1等於S2 那就Y平方等於2Y 其中一個等於0的地方 就是0,那個解我把它拿掉 剩下一個就是Y等於2 Y等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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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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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 它繞歪軸 繞歪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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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大R 大R 少出來圓盤的面積 減掉小R 少出來圓盤的面積 再把它 那形成的一個小面積再把它稱成厚度 DY 全部把它加起來 全部把它加起來 就是總體積 就是總體積 就是這個圓盤的面積 減掉這個圓盤的面積 再乘以厚度 把它全部加起來 就是總體積 所以這體積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0 0到2 0到2 然後現在就是Pi Pi的R R的話 就多少 R在X 這X的話 就多少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以Y當電數 那以Y當電數的話 那X等於2Y 就是2Y 這是半徑 這是半徑 圓盤的半徑 X平方 就2Y平方 減掉呢 這一個 這一個X 這一個X 這一個X是Y平方 就Pi乘以SE的平方 SE就是 這X2就是SE SE的話 就是Y的平方 Y平方 就是R的平方 然後 這樣子 再說 厚度 厚度 是DY 把它加起來 第一項的話 這個Pi可以抽出來 4Y平方積分 就變成3-4 Y的3字旁 4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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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簡單說 Y四次方積分 積分變成五次方 就是五分之一 Y的五次方 然後給它帶上下線 0到2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Pi 乘以3是4 Y給它帶2 帶2的話 就是8 2的3字旁 是8 減掉五分之一 乘以 2的5次方 是3 是2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等於0 不可能 0到多少 0到2 不可能 這怎麼可能會 喔 這是3分之 3分之32 我把它看得很一樣 4 8 32 32可以抽出來 32Pi 那現在多少 現在是3分之一 接5分之一 所以是15分多少 5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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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 所以是15分之64Pi 所以答案是15分之64Pi 所以答案是15分之64Pi